欢迎收听渔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载之天下》,请听第453集 就在前两天,当交纸的朝臣们听说对岸的宋军怎么从渔民手中截获几艘不堪用的渔船 他们可是大笑过一阵 只能用坑蒙拐骗的手段来抢劫渔船,宋人的确是济穷了 可现在再一看,竟然完全是伪装,是彻头彻尾的骗局 要不是李长杰多留了一个心眼,遣人仔细去查探 说不定当真给宋人瞒了过去 这虚实之道,谁人也不能与汉人相提并论 张纯、韩刚都是宋国有数的率臣 他们的才智那是千万人里才能出一个 李长杰在张纯、韩刚二人的手里都吃过大亏 随有空尽力吹捧二人,也显得自己不是因为愚蠢才落败 他们不可能做蠢事,截船是假,造船才是真 李长杰深深吸了一口气,眼神瞪直,风锐起来 船长绝不能留,守卫船长的兵力究竟有多少 回太尉,有四五百人,当是一个指挥 阮陶疑惑道,这守卫可不算多呀 一个船长有四五百来守着,已经能完全锁住消息了 人再多可就藏不住身呢 李长杰双手紧紧握着拳头,狠狠地又重复了一句 这船长绝不能留 今天是西宁九年的除夕,而明天就是西宁十年的正诞 驻扎在富良江北岸的征南大军的军营中 上上下下,离比外外都是喜气洋洋 就是天气暖的如同初夏,没有冰雪点缀,让人感觉有些异样 刚刚从北面运来的一人两匹捐,二两棉的冬料,看着都像是对着天气的讽刺 只是不发也不行,这是该有的军饷的一部分,短了少了,兵便都有可能的 除了应该有的凤料,另外也少不了与敌军作战的赏赐 每逢作战,一例要开双响,行军上阵都是要有银钱发下来 光是出兵后的一个月,就是价值二十多万贯财博发了下去 此外在韩刚私下里的提议下,张纯还亲自签发了军令 给参战的一万多将士又增发了一份厚赏 靠着从娇纸人手里得到的几十万贯财博,官军从上到下都算是发了一笔小财 将士们欣喜之余,也暗恨娇纸人太穷,又不是生产 发下来的银钱捐博都是送钱送卷 明显有许多是之前从永亲连三州抢回来的赃物 不过看到这些赃物,倒是人人盼着去升龙府 把娇纸人,他们抢去的都拿回来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算是给了将士们一个惊喜 正抢得在信头上的诸多蛮部,知道人情世故 全都派人送了厚礼过去 财博什么的倒是不多,他们也舍不得多拿出来 只给张纯、韩刚几位主帅大将送了厚礼 但几乎能塞满营地的一头头肥牛 却是让下面的士兵们对他们的孝心赞不绝口 广西从不缺牛,牛肉比猪肉都跪不到哪里去 各栋也不在乎多送 半个月下来,竟然陆陆续续送了上千头过来 另外还有三十几头大象 说是象鼻子要吃新鲜的才好 这要吃到哪一年呢 张纯摇头叹气,在北方就是天子 也尝不到几口牛肉 可他到了广西之后,隔三差五就能吃上一顿 一入交纸更是日日不缺 而且还因为近着广东 一些来自海外的香料都不贵 这口福之欲可是好生地享受了一饭 就算营中一人一天一斤肉 一万人也要吃上两三个月才能解决 真正要这么放开来吃,肯定是会被吃伤掉的 这还是七八百斤重的牛 几千上万斤重的大象还没算进来 李信去西面帮了一次忙 说是一千多人用了三天 才把五头大象身上的鲜肉给吃光 这不要买个好吗 打下生龙斧之后可就要分地盘了 韩刚笑着 自从来到这个时代 他也就是在拢幼的帆布里吃过牛肉 平常有禁令在 牛不是死了或是受伤 根本就不给杀来吃 广西这里倒真是不错 现如今 朱布一个个用足了气力 在各个地方拆屋烧房 大一点庄子连围墙都倒掉了 不就是怕分地之后给人捡了便宜去吗 张纯点着头 眼下交纸的形式 就是等着打下生龙斧后分赃了 一起攻进来的诸多蛮部 没有人还会认为交纸有能力抵抗官军 自官军率领西洞联军 攻入富良江平原之后 近一个月的时间 近十万兵马如同离地一般 将平原上的反抗基本上都给肃清了 出头的抵抗者即便抵挡住了蛮部的攻势 也会在装备精良的宋军攻击下灰飞烟灭 只是他又叹了起来 不过区区一个交纸 用了一个月才攻下了一半土地 不打下生龙斧 前面赢的再多也不能算是成功 希望黄金满他们不要犯糊涂 想来还不至于 韩刚倒是相信诸部洞主们足够聪明 没有攻下生龙斧 谁也不能安心的瓜分富良江北岸的土地 光凭诸部旧地 可养不活这么多新天的牲口啊 他们能这么想就是最好了 这最后一战也需要将他们排上用场 张纯抬眼看看帐外的阳光 今天是除夕 如果交纸要来 多半就是这一两天了 来也好不来也好 都会做好准备的 虽然不指望太多 但要是交纸水师当真来了 这一战也可以早一点结束 张纯顿了一顿 深有感慨的笑了起来 都没有想到 这一次南下竟然会用上两年的时间 说的也是 韩刚免了抿嘴 由衷地表示赞同 时间过得也真快 不知不觉之中 他和张纯已经在无陵以南过了两个新年了 而且两个新年都是在战古声中度过 都没有一个安盛的日子 实如是水 说得一点都没有错 如果能早一点结束 韩刚也是十分乐意的 张纯接下来要去巡视营中 韩刚也有事情要做 两人随意同从中军帐中走出来 经过了行营参军们的小帐 就听见里面传出声来 张纯停下了脚步 韩刚也跟着停下 官军的口粮足够 现在的分量吃个三年都不成问题 西洞诸部那里也没有传话过来说断粮 能送这么多牛和巷来 根本就不用担心 孙子里面满篇都是阴粮余底 难怪契丹党相这么喜欢开战 只要放手去抢 粮末什么的都不用担心 若是大宋攻打西夏和辽国时 也能劫掠到足够实用的粮草 早就分出胜负了 只可惜天下万邦 能当得起附属二字的唯有中国 南方如胶纸这种小国 至少还能种田 如果是攻打西夏辽国 想阴粮余底也没出去找 陈镇和李富的对话 韩刚在帐外听见了 两人对视一眼都是微微一笑 便举步离开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战争 原本还带着书呆子气的几位幕僚 都飞快的成熟起来 已经能够毫无顾忌的高谈阔论 劫略的好处 阴粮余底的确是件好事 韩刚之前为了保证军需 吊集了上千匹驼马来运送粮食 紧急在广西开办的两处马市 全都为了给安南行营服务 但当官军攻入平原之后 只是粮食就不再需要任何补充了 全都是靠着沿途周县的存粮来补充 如果是在国中临阵脱逃 又将粮末留给敌军 这样的周县官都是该论死的 张纯扭头对韩刚说着 他们的失职全都便宜了我们了 韩刚笑着回道 也多亏了玉坤你定下的方略 要是依照在西河京南的形势 即便能将他们破详也不会有如今这般盛心 日后反而会添多少麻烦 交纸也有科举 这些官员有许多都是科举出身 不过能读书的全都是富户大族 若是想要并吞交纸设立周县 全都得靠着他们来支持 韩刚摇摇头吃笑一声 这哪里能让人放心呢 还不如清光了爽快 张纯嘴角扯动了一下 同样是冷笑 也是多亏了十万蛮军 才这般省时省力 换做官军来动手 不可能收拾的这么快呀 交纸国异国的总人口 除去受到急迷的部落以外 估算是一百到一百二十万上下 北岸全部的人口不会超过五十万 韩刚让行营参军们粗略的统计过几个州县的丁产部 总计七万户的样子 以一户五口人来算 也就是三十五万上下 依照大宋引户陶人的比例 大约还能再加上十万人 这四十多万不到五十万的数量 是男女老少的综合 其中可以派得上用场的男丁 最多也只能占三成 而攻入这一片平原的蛮部 就接近十万 论起实力 交纸和广西南方的西洞蛮部 其实实力差不了多少 就算只是三十六蛮部集合起来 也能抵挡得住交纸的正规军 广元州诸部联合 也同样能与交纸较量一番 可偏偏这一干部族 矛盾丛生 根本无法统合 只能任由交纸鱼肉 但如今他们以官军为核心 成为拥有了共同目标的整体 实力迥然一变 远远压到了交纸军 现在这江北一片算是差不多了 广元左右江几十家洞主 都给了回复 总计三万精锐 都已经聚集到了江边上 只要精略司一声号令 他们就能立刻乘上木筏 渡过富良江 韩刚陪着张纯在营中走着 左右前后的将帅士族跪倒了一片 挥了挥手让他们做各自的事情去了 他对张纯笑道 如果船厂那边能多毁到几艘交纸战船 他们过去的也能方便一些 那是自然 不过若是交纸人没有上钩 也容不得任何人推妥 我就不信 这区区几十艘战船 还能将几百里长的江面都封起来 韩刚轻轻点头 慢慢走着 就算交纸军没咬钩 也得照样杀过富良江去 只是多了一些阻碍而已 用兵使计怎么可能把希望寄托于敌军是否会上当上 哪里可能这般用兵呢 韩刚一直都是抱着 能吊上来最好 没吊到也无所谓的心态 即便交纸水师不来 也能打过富良江 诸部中的精锐全都已经奉命集结在江岸附近 这是安南经略昭陶斯第一次向下正式下达的指挥 之前的命令只算是放羊吃草 但想要攻过富良江 就得集结他们的力量 在两百多里长的江面上同时渡江 万周齐发 看看交纸人怎么防得过来 一旦万周齐发 区区几十条战船 根本算不上什么 夜色如晦 浮在岸边 黄元眼前一片黑暗 耳朵里全是哗哗的水流声 想从江水的流淌声中 将战船破水的声音给区分出来 黄元没有那个能耐 但他身边的一名 左江上跑了几十年船的老船工 却是很明白的在说 已经来了 至少有十条船 老船工的声音中带着颤音 显然是对即将开始的战斗感到了恐惧 但黄元的心中一片火热 想不到交纸人当真过来了 他前日受命领军攻向上游的如月渡 那一段的河道最为宽阔 相应的也是水势最为平缓的一段 是富良江上有树的大渡口 他本以为大军会从如月渡上过江 可他刚刚占领了毫无抵抗的如月渡后 却又被招了回来 镇守在船场中 当然 作为广元州出身的将领 黄元不可能是独立镇守 但主将燕达 亲自领军坐镇船场 跟在他的身边 黄元也就没有半点受辱的感觉 眯起双眼 紧盯着不远处的水面 好不容易才看见了一团团黑影 正缓缓溺水而上 黄元狠狠地咧着嘴 无声地大笑着 终于能够与焦之人 好好打上一仗了 扯过身边的亲兵 命他立刻回船场通报 黄元转过身来 又望着那一支 即将踩进陷阱之中的船队 渐渐地驶向船场水道的入口 只借助水面上反射的星光 十几艘交纸战船 平平稳稳地驶进了 富良江的支流 阮陶立于船首 昏暗的夜色中 他的双眼 看不清水面上的情形 他的船队 是冒着搁浅的风险 才进入了这一条 只有五六十步宽的河道 船上的舵弓 虽说是配了熟悉水道的向导 但没有一艘搁浅 还是让阮陶喜出望外 也松了一口气 向后招了招手 阮陶问道 离着船厂入口 还有多远 战船无法从炉档中穿过去 宋人打造好的船只 也不会走炉档中出来 宋人船厂借用的深水塘 本来就是油煮的 用以停泊渔船 以避风浪的水塘主人 现在也就在阮陶的船上 回将军 过去这片炉档 再往上一里就到了 水塘主人回答的声音颤抖着 但阮陶已经很满意了 进入船厂水道 就在眼前 如果能一战攻城 日后的富贵 自不代言 如果是路上决战 给阮陶十倍的兵力 他都不会过来 换作水战 他可就不怕了 宋人从北方调来的援军 要想在水上撑雄 绝不可能那般容易 船尾的大鲁 缓缓地摇着 尽量不发出过大的声音 推动着战船 逆流而上 那是什么 阮陶忽然发现 就在河道右岸 有一座一丈多高的黑影 看轮廓明显是人工建筑 但绝不是房子 再仔细去看 又在另一侧 发现了两座三座 静下心来再找找 惊觉同样的建筑 竟然有十来座之多 那是宋人在江边上 修的望楼 紧跟着水师 统帅的身后 探查船厂消息的细作 回答着问题 总共有十四座 都是跟船厂一起修起来的 但都还没有修好 可能是因为要过年 所以就停工了 阮陶皱着眉头 这就是你之前说的望楼 当真是停工了 仔细地观察了一阵之后 确认了细作的回画 心情也更加的好了起来 这么重要的建筑 竟然没有完工 宋人当真太过于自大了 外面的耳目都这么疏忽 里面的房玉 想来也不会严密 选在过年时来偷袭 实在是选对了时间 终于接近了入口 东东的几声轻响 十一艘战船 小心翼翼地 在河道中央下了定时 一艘艘小船 从战船上放了下来 转眼就是四十来艘 藏身在船舱中的 一干精细挑选出来的赶涌 也涌上了甲板 到了 一名与李昌杰 有七八分相似 只是年纪轻了数岁的将领 踏上了甲板 很不客气地问着 回截度 已经到了 软桃攻身说道 浑身上下结束整齐的将领 是李昌杰的亲弟弟 李昌县 都到了这个时候 李昌杰也不能让自己的家人 留在安全的地方 李昌县也不多话 顺着拖下去的渔网 安静地降到小船上 当赶勇们全数在船上落定 便以刀带奖 飞快地驱舟 向着进入水塘的水道滑过去 这一过程中 压低了呼吸的软桃 急速地喘了几口气 脸上终于占起了笑容 都到了这个地步 宋人竟然还没有发现 看起来这一次 偷袭赢定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 渔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第453集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第454集 《载之天下》第454集